A女士咨询,她男朋友最近玩了一款非常火爆的虚拟女友电脑游戏,沉迷于虚拟女友,要和她分手。咨询游戏开发商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? C女士反映,她给孩子报了培训班,上了一段时间以后感觉课程质量不好,现在提出解约,对方告知,根据培训协议需要扣除总费用的40%和已经上过的课程费用,剩余费用退还,咨询协议中的条款是否属于霸王条款? 霸王条款就是一方提供的多次使用,然后限制了另外一方的主要的合法的权利义务,那么这种条款一般会被法院认定为无效的,是不是霸王条款我们现在还不大好判断,但是她这个违约金约定的明显过高,因为她约定了40%,一般我们都约定是20%左右,所以这位消费者可以到仲裁机构或者法院要求着请减少这个违约金。 律师意见仅供参考,如果您也想咨询法律方面的问题,可以拨打24小时新闻热线057188001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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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律师团将尽力给出建设性专业意见。 多谢观看